… 俊仔, 堅持住, 別放棄 撐住, 弟弟 小馬, Teddy是不是想帶走俊仔 我們阻止他 等等 看穩定點 家俊, 我不會原諒你 我不會, 就算你死我也不會原諒你 我要你繼續生存下去 每天都想起這件事 每天都想起我, 每天都內疚 我不會原諒你 傷出血壓和心跳回復正常 看來, 是你叫Teddy去找俊仔的吧 全靠Teddy, 俊仔才有求生意志 我只要他明白Teddy的怨恨 現在的Teddy跟地博靈沒有分別 失去理智和人性 只剩下了一份怨念 一直留在這個世界上 我曾經見過一個日本兵的鬼魂 幾十年來 他不停重複死之前痛苦的經歷 最後得到一個有心靈的幫助 終於解脫了 我知道, 怨恨的事 不是說一時三刻化解到 但不試過又怎知道不可能 而我相信這就是航魔人的責任 要化解怨靈 首先要明白他們的故事 了解他們的怨恨 這份負面的情緒 你真的可以承受到? 這一個是我的天命 天命? 我可以教你封印之術 將Teddy的靈魂封在物件裡 然後將它放在她的人身邊 或者有朝一日可以化解她的怨恨 令她回復本性, 離開人間 首先你要感受自己體內的靈力 慢慢將靈力集中在劍子上 玩耳, 動作這麼奇怪 然後你用靈力建立你和靈體之間的聯繫 然後你用靈力建立你和靈體之間的聯繫 做什麼? 竟然一次就成功? 以後好好對你的朋友 你一個是你唯一可以做的補償 是嗎? 原來我不是發瘋了嗎 在想甚麼 浩姐,對不起 我有很多問題想問你 為何你這麼不想我做航魔人 你有甚麼事,誰會照顧我 還有,為何你會長大 鬼也會長大的嗎 我見很多鬼的小朋友都不會長大 還有為何你…靈力這麼高 在哪裡學的 鬼是不能長大 成長是人類才有福氣 但是鬼跟水一樣 水可以透過不同的容器 改變不同的形狀 而鬼靠的是修行 你有這麼多問題 證明你一點都不了解靈界 那我是人 不了解靈界有多麼奇怪 別說靈界了,新界的路都不懂 當然 你要做航魔人 你甚麼都不懂的話 只會令你走很多圈網路 甚麼?石禎當說我天賦義品 很強力 我之前也會航魔 現在也會蜂蜜,哪有問題 你現在的情況就像駕駛一輛跑車 但是只會駕駛油 控制的方法、技術 你一點都不懂 在我眼中,你只是一個廢物 如果現在被你遇到靈力強大的魔 你只會成為他的獵物 不用說成這樣 那怎麼辦?石禎當又不在 誰教我勝利 既然你不肯放棄做航魔人 尤其看著你死 不如讓我教你 我不想媽媽最後一次白頭暈送黑頭暈 你就是教我? 你正在看TVB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吧